因為有堅強的技術在控制 那它有一個特殊的韻律 然後周而復時的在發生 主要是在女性的體內 所以接下來重點就能到女性這裡 女性的這個生殖系統的構造 不像男生的這麼多 那女性的話呢 我們講到是她的這個生殖器官 內部的生殖器官 平常都也是看不見的 就是有軟巢 然後呢 輸軟管子宮還有陰島 那輸軟管子宮的話呢 如果對應到我們剛剛講的 它是女性生殖系統當中最重要的 為什麼 因為它實際的做出軟來 然後呢 它會讓 會製造出雌性雌性素來 雌性素的話呢 主要是搞不好 那雌性素的話呢 主要就是動情素 那它就會維持這個女性生殖系統 就是維持女性第二性徵 就像我剛剛說的 一個是讓這個性別 視這個性別 另外它可以知道這個性別該有配子 另外它會讓這個性別 像這個性別 那也就是我們講到的第二性的狀況 不管男生或女生 都有這樣子的功能跟狀況 那當然我們講到的是一般生物學校的 後來有一些 這個因為人類比較複雜 會有一些特殊的這個文化跟自己的偏好 那這個我們就不在乎了 我講的是生死的部分 好 講的是生物學的部分 OK 那軟巢的話呢 其實它這個一個嬰兒光出生的時候 如果是女生的話 它的軟巢裡面應該有幾百萬個綠胖 然後等在著成熟 那可是呢 接下來它就等於是處在一個比較休眠的狀態 大概十歲十來歲左右 進到青春期之後 那整個才會再活躍起來 當然男生也是一樣 然後進到青春期之後 才會再活躍起來 那但是對男生而言的話呢 就是發育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但是對女生而言的話 剛剛出生的時候 軟巢裡面可能有七百萬個綠胖 還沒有成熟 還在帶成熟 那但是呢 對於男生而言 對於女生而言的話 這一開始是幾百萬個 然後呢 慢慢慢慢的 到青春期的時候 會少到剩下幾十萬個而已 那但是呢 幾十萬個而已還是夠 為什麼 因為 假設我們週期用 一個月來上課 那一年排十二個 對不對 那當然如果懷孕的話 就會空一段時間沒有排 如果分娩之後又哺乳的話 可能又會一段時間沒有排 那當然這個我們都不知道 如果說 我們為了好酸一點 那如果一年排十二顆軟 然後從十歲肯到六十歲的話 如果是這樣 那這樣的話是不是排了五十年 然後呢 一年排十二顆軟 所以有沒有發現 也才幾百顆而已 所以其實一開始是百萬 後來變幾十萬 那當然真正能夠排出來的 就是幾百顆而已 就是幾百顆而已 所以其實輪到他就可以排出來 那但是呢 常常排出來的幾百顆的當中 那只有七個 了不起最多十幾個 那當然現在的話呢 就可能只有一個、兩個、三個 或零個 會受精 然後發育成一個 這個完整的小朋友 當然這只是從觸覺上 數據上提供給大家這個參考 所以其實這就是很常 那中間的話呢 我們就不會像這個高丸這樣 細菌管、堅持細胞 在解剖學上就看得這麼清楚 因為他會一個月輪到他成熟 然後濾泡才會發育 那當然裡面的一些減出分裂 就開始進行 就配置的產生過程 那接下來的話呢 這個軟巢、軟成熟排出之後 接下來這個軟就是進到樹軟管當中 那軟巢跟樹軟管中間 是有個縫隙的 它們沒有直接接在一起 所以軟巢之後軟排出 然後能樹軟管的這個喇叭口 它就會接住 那當然有運氣不好的話 會沒有接大 就是說軟排出之後 我們有順利的進到樹軟管裡面去 當然也有 不過大部分的狀況之下 會進到樹軟管當中 那樹軟管過名思義就是輸送軟 那另外特別值得一提的就是 如果有受心作用發生的話 這個受心作用會發生在樹軟管內 大概是靠近軟巢 那如果說軟巢跟子宮中間 分成三分的話 大概是比較靠近軟巢這一位 三分之一的地方 好 那會在這個地方受進 那軟本身是不會動的 所以樹軟管它的構造就蠻特別的 它在管子裡面的部分 它就會有製造黏液的細發 然後還有具有鮮毛會擺動的細發 然後它就會擺動 然後這個黏液就類似水流 然後這個軟不管有沒有受精 都會在這裡面 然後它就會鮮毛 那不一定每一次的週期是哪一邊 那如果是這邊的話 然後這邊的鮮毛會這樣擺動 這邊的鮮毛會這樣擺動 反正它就會慢慢的慢慢的 然後就順著這個輸軟管 然後就會來到子宮 那如果它沒有受精的話 那當然這整個週期 它這次的祈禱合約就失敗 然後接下來子宮內 然後就會剝弱 那當然就是行經期的開始 這個我們等一下會說 但是如果有受精成功的話 它在輸軟管受精 然後會到子宮去灼床 那在小部分的狀況之下 它在輸軟管就灼床了 那這個就是在子宮以外的地方灼床 這個就叫做子宮外孕 那子宮外孕的話 絕大多數的子宮外孕 是發生在輸軟管 那輸軟管不像子宮 是一個肌肉囊帶 然後可以長得很大 然後呢 懷孕完又縮得很小 那輸軟管沒辦法 所以如果子宮外孕的話 要趕快發現 要趕快終止懷孕 因為不然它再下去的話 那個數量完成不了 就會很恐怖 所以其實在子宮著床 才是一個OK的狀態 然後接下來的話 就會在裡面發育 然後發育成熟之後 大概280天左右 當然是從綠泡開始算起 不是從受精開始算起 從綠泡開始算起 它在輸軟裡面發育 就開始算起了 然後呢 它接下來會這個產出 那接下來就會產到陰道 那陰道的話呢 當然如果在這個 翻身過程當中的話 男生的陰莖 還有這個精液的話 是從陰道進來 然後到子宮 然後有到手軟管 就受精 那小朋友 發育成熟之後 也是藉由陰道 然後呢 產出 所以他是陰道 他同時也是分別式的產道 所以就是跟大家講到 這個重慶跟慈性 男生跟女生 那部類其實都差不多了 那當然我們是以人為例 那些連絲 要支援 解決定 谢谢大家